大五乡大竹村的富山部落因为八八风灾时被强制撤离安置到大五永久屋 十年之后房屋的权益增见的问题浮现了 竹人该如何来面对解决 因此竹人特别拔起了摩拉克风灾十年省思第一场次分享会 邀请加兰与里拉里的受伤户也是部落重要人物来分享部落永久屋的现况 摩拉克风灾已经过了十多年 许多撤离安置在永久屋的居民 房屋也开始出现土地权益增见等问题 但居民又该如何面对 对此安置在大五永久屋的大竹村富山部落居民 就发起摩拉克风灾十年省思第一场次分享会 希望就是听取其他部落 他们的那个就是针对我们永久屋不管是土地取得啊 或者是人口增加或者是房子增见的问题 他们都是怎么处理 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分享会 那就可以就是吸取他们的经验 然后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做这样子 这次邀请同样受到摩拉克风灾安置在永久屋的加兰受灾户 也是现任金屋厂长蒋正光 以及李娜里的受灾户 现在担任物台相待李金龙 来分享部落永久屋所遇到的状况 以及处理情形 这次我想我是把嘉兰八八水灾以后十年 或在当下我们看见一些问题怎么去处理的 一定要自主的来建构有力量的组织 不管是任务型的组织 或者是督促现在已经在形成永久屋 本来就有团体的这些单位组织 赶快动起来 那我相信这样才能够来帮助这些受灾夫们 其实我们的状况都蛮像的 那就是住宅永久屋看不到未来 主要也是因为土地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强调 如何让更多的不同地方 不同县市的一些永久屋 凝聚一些力量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到的这个实践土地争议的部分 包括到居住空间的问题 到三方企业 全台原乡地区因风灾 有许多部落安置在永久屋 分享者提到 除了要自主建构组织单位 争取权益之外 如果可以串联各地区永久屋力量 把诉求与问题呈现出来 也能督促公部门 尽速修正相关法规 来落实居住正义 这讲解大五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